台北股市今天震盪小跌 需要緊張嗎 我們昨天就有跟他分享 一個氛圍還沒出現之前 你的最大任務是在於手中持股 還有盤面個股資金的輪動 千萬不要因為下跌而過度恐慌 歡迎收看股市招邀進 我是陳鑫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今天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在昨天的大漲之後 今天鮭魚相對平淡 行情是震盪小跌 而這邊來講的話 大家也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一個最重要的 大家很多會很care 會很在意的是外資 怎麼樣都沒有出現大買的動作 那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行情好像是一戰毀一萬七千點 又沒有原本所想的那麼樣強勁 但就好是特別的 我已經在最近的節目跟他聊到了 4月20號過後 也是從今天開始來講的話 你要慢慢的去感受到 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觀察這個重點就好 我們昨天聊到 市場上面還沒有那種樂觀的氛圍 很多人會聊到今年是選舉年 只要市場上面的投資人 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哇選舉年 今年會選舉年底要投票 行情絕對不會走空 這種樂觀的氛圍 沒有出現之前來講的話 都不用太過緊張 相對的接下來的行情也許 在整個4月底 甚至來到5月份的時候 如果行情往上去移動 讓你看到 回到大盤的年限扣底值上方的時候 那個樂觀的氛圍如果有出來 那個才是你自己要緊張的事情 所以眼前這邊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只要掌握出幾個重點 第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到 然後那個 當然你可以簡單去想一件事情 今天確診人數又增加了 那我們只要聊到這一點 很明顯 現在來講的話 全世界當然除了中國之外 中國現在來講的話是大封城隔離之類的 甚至前面傳出一些 比較爭議性的一個做法 當然現在慢慢的 我開始有走向一個復工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台灣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確診人數又增加 甚至好像加起來要破千人了對不對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不管是歐美國家 乃至於台灣這一邊 大家可以發現 與病毒共存 好像會變成是一個全世界的共識了 所以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懂得就是說 好盤面的資金也許是 現在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從快篩 然後拉到那一個製藥 最近來講連製藥 原本沒動的股票都往上噴了 好 你可以也許就說 老師我這手中沒有生計股怎麼辦 你去觀察一下 現在來講的話 盤面上除了生計之外 大概全世界與病毒共存 另外一個什麼 農糧概念股 農糧概念股的興起來講的話 去年讓全市場聚焦的航運股來講的話 你反而要去留意一件事情 除了當然就是說 我們前面就看到了解封概念股之外 現在航運你要 懂得去觀察一件事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來 我相信昨天 表現強勁的 育民 今天來講換到什麼 2605的星星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 航運股的表現跟去年對照起來 市場資金主要集中在什麼 散裝航運 所以我的LINE這裡來講的話 有投資朋友在留言說 老師 你怎麼來看今年的散裝航運 跟貨櫃三雄 貨櫃航運來講的話你怎麼看 我這邊只跟他強調一件事情 你可以從這些股票身上 今天來講的話 比較強的是星星 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會跟大家聊到就是說 你現在來講不需要去思考 怎麼樣一個 很艱深的學問 現在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一檔一檔 從底部拉起來的股票 他都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60週均線 第一個來講的話 維持上揚 這是一定會讓你看到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共通的特徵 然後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現在你要特別去留意 因為整個是2月份開始 2月底開始的烏鱷之間的戰爭來講的話 慢慢的讓糧食危機 轉化成在股票市場一個投資的機會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農糧概念股包含的假肥化工 那一類的股票來講 已經往上拉過一段了 接下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要去觀察的是什麼 另外來講 散裝航運的機會 也許會比貨櫃三雄 貨櫃航運這一邊的機會要大 我這邊要直接來談 因為這邊來講 我發現有投資朋友在我Lite這邊 希望薛老師來談到這一點 那我在這邊直接跟他來談 去年的主角是貨櫃 貨櫃航運比散裝航運還好強 但這邊來講我要跟他來談 不是說運價上漲運價怎麼樣 這些股票來講的話就有一個表現 但我這邊要提醒 接下來行情的重點 行情的 你可以去觀察一個資金的流動 因為未來 我在猜也許就是說三個月內 接下來三個月內來講的話 市場上面的資金來講 不會完完全全集中在某一種類股族群 你會看到就是說 也許你現在看到 前面跌升的電子類股 慢慢的從 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到 今天電子類股開始做反彈 也很弱 讓大家看到會害怕的 記憶體族群今天都開始往上拉了 我先來聊 當然你會發現說散裝航運很強 那包含的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發現 前面殺到你會害怕的 金豪科 金來講的話 尾盤往上拉 包含了什麼 我跟他來談 這個部分來講 我跟他表達的是什麼 前面殺到讓你會緊張害怕的電子股 你都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2344的滑邦電 慢慢的會有一個 當然你要說跌升反彈也好 或者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在一個中期的 格局還沒有走空之前來講的話 都會有一個什麼逃命的機會 你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也不反對 我也是站在一個認同的立場 所以這邊來講很多投資朋友 在這種震盪的過程來講的話 希望就好是在節目上跟大家分享 比較多一點的概念 包含的就是說 散裝航運跟貨櫃航運 包含的就是說 比如說電子類股裡面來講的話 最近跌到讓人很害怕的 那個記憶體族群或者是電子類股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這陣子這邊來談 記憶體族群來講的話 你手中有這一檔2408 南亞科的朋友來講比較要留意點 但他的技術現行的格局來講的話 是比較弱一點 但相對於望虹 華邦電跟剛剛我們所聊到的金豪科 那這一些相關記憶體的族群來講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你看切到60週均線來講 你從這個角度下去看 去對比強弱 那當然第1個 60週均線有比較下彎跡象的 先以逃命來做看待 簡單之命來談 那電子類股我們都已經聊到了 就60週均線拉出來 現在來講 整個電子類股 你只要去看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談到了 你只要不要過度恐慌 因為下跌而恐慌 第一個 一個大波彈下來 電子指數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個60週均線完全上揚的狀態 然後破60週均線 這個波段下來來講的話 不會讓他有連續第三根的黑棒 破在60週均線下方 簡單來說 所以眼前這一邊 我相信就是說 我們已經跟大家去強調 這個波段從2020年最低點 8523那一波漲下來來講的話 我相信你只要在這一邊來講 不要因為下跌而恐慌 你大概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路上降下來來講 電子類股 電子指數來講 從這邊下來來講的話 你自己下去看 一接近打回來 拉回到60週均線附近來講的話 沒有那個週K三連黑的 一直到這個60週均線 即便是跌破了 那個最悄慘的那個狀況來講的話 疫情剛爆發那個時候 電子指數也是在破60週均線之後 收K二連黑連跌重挫兩個禮拜之後 第三個禮拜開始做反彈 所以你再怎麼樣都不會在 都不應該在這個禮拜 因為電子類股的下跌 而且過度恐慌 這包含就是說 我們昨天也跟他提醒了 這一檔股票 台積電他早在 上個禮拜 日線圖摊開台積電 他早在上個禮拜就已經 開始沒有再往下破了 這是一個跡象 我們剛剛有聊到 航運股的部分 你現在只要記得就是說 整個 因為烏二之間的戰火 你只要記得就是說 市場上 歐美國家那一邊為主 針對原本在俄羅斯那邊出口的那些糧食 小麥 玉米那一類的糧食來講的話 他會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所以就變成什麼 原本搭載糧食類的農糧類的散裝行業 就變成說今年來講的話 從這個月開始需求會開始慢慢暴增 那所以這樣的題材 這樣的一個效應是去年沒有的 因為去年來講的話 炒了幾乎大半年的時間都是運價上漲 可是我們這一邊來講的話 這個是一個比較新一點的一個題材 讓散裝航運這一邊我比較特別的 去跟大家來提醒 只要在60週均線上揚的狀態來講的話 接下來他這個類股族群 變成是你應該要去琢磨的 應該要去追蹤的 而不是說這邊來講 把你這一邊好像整個市場上擔憂這個 擔憂那個 他最後面來講什麼都不敢買 或者說你現在看到生技股很強 那你就覺得 我好像不買生技股現在賺不到錢 千萬不要用這種概念 那這邊來講的話 針對生技股 我跟大家來做一個小小的提醒 這一檔股票大家可以去 值得去看一下 1701的中化 因為這個禮拜來講的話 他變成是說 在整個生技製藥 快篩的族群之後 製藥的族群裡面來講的話 他變成是 跟進來做一個 攻擊的一檔股票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說 現在不是說你一定要買生技股 你才賺得到錢 包括我是跟大家來談 以這一檔的1701的中化來講 可以發現就是說 他第一根的周K 爆量 噴出來之後來講的話 他的那一個 今天的追價量 其實已經 直接的要接近前波高點了 甚至說這一邊 我也特別跟大家提醒 以生技股的股性 我就以這一檔中化來提醒 你如果把他的時間周期拉長來講的話 其實從8523 從這一波COVID-19 兩年前 3月份疫情第一次爆發的那一次 那一個時間點開始一直到現在 像生技股 有一種你要特別去留意 像這一檔中化 他只要周K爆出一根的大腸紅棒 你只要一追價馬上會套 馬上會陷入震盪 我希望就是說你去觀察這件事情 你一直在 這邊來講希望就好是 生技股老師這邊來講怎麼來看 我反而要提醒你 去留意一下生技股的股性 這一檔中化他提醒的是什麼 很多的股票來講 好他是到後面最後一波被帶動的 你觀察他過去周期的屬性來講 你會發現 他只要周限一爆量 周限一根大漲 馬上 他就不動了 所以你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你看到漲起來要去追他 或者說你現在有一個恐慌 買不到生技股 我這邊賺不到錢的朋友來講 我提醒你這件事情 要去追買那個盤面上拉起來 生技股之前來講的話 切到他的周限圖 去觀察一下他過去的屬性好不好 這邊來講的話我希望就是說 針對 生技股 針對就是說 這邊留言給我 那個海運股 航運這一邊來講的話怎麼來看 我就簡單用這幾個概念 那包含的就是說電子類股 我相信就是說在前面兩天 你看到電子類股下跌 那我只是簡單跟大家來談 你不用緊張 你千萬不要因為電子類股下跌 或者你手中的電子股往下破 你就覺得說 這邊好像馬上做停損還是怎麼樣 先讓自己 先看一下 整個族群 整個盤面資金來講怎麼來運作的 電子類股來講的話 你只要去觀察一個 我們今天講到週線 連兩黑破到60週均線下方來講 第三個禮拜你千萬不要殺 第三個禮拜你千萬不要賣 因為後面來講 他反而出現的是一個反彈的機會 你再怎麼也要賣在反彈拉起來 針對個股的屬性來講的話 也許是逃命波 也許是拉高讓你來做換股 也許是他直接是轉強 後面有一波的攻擊 這邊來講的話 切記 大盤會忽長忽跌 但是你千萬不要在忽長忽跌的過程當中 讓自己過度的 因為看到漲起來看到下跌 都會害怕 千萬不要 畫面左下角 小小鼠 go reach55688 小小鼠 go reach55688 我希望這個LineID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加入 然後讓大家 仔細的 旁邊上來講的話 很多的變化 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Lite這一邊讓我看到 那包含的就是說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來 最近我一直在強調 因為包含了生技股 包含了不管是快篩到制藥 那我們都一直跟大家談到 現在來講 你整個要去 關注的族群來講是這一個 60週均線上揚 破線非空投的股票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我們已經連續強調一個多禮拜的時間了 不管是車用族群也好 今天來講的話我相信 當然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節目一開始就跟他聊到 你現在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去擔心 確診人數 之後會不會一天就確診5000 因為今天來講 全台確診人數已經可以破3000了 那應該後續破5000 甚至就是說我們的 政府來講的話 也可能也提醒了 可能會一天破萬都有機會了 你現在就不要把疫情的東西 跟股市的行情聯想在一起 當然相對的你也不要因為疫情 確診人數一直飆高 然後你就覺得說 這邊沒有買生技股 我就賺不到錢了 生技股這一邊 還有哪些股票你應該要買的 或者是你有哪些股票 為了買生技股 而買生技股 現在千萬不要有這種心態 好不好 我這邊講統一的 針對我看到就是說 許多投資朋友 在我Lighter這一篇的留言 祝你整理給我 我看到 大部分都是會 因為還是著重在疫情這邊的恐慌 或者是會覺得說 是不是沒有買生技股 現在就沒有賺錢機會了 不是 你會看到 接下來我們只聊到 60週均線上揚 破線非空投的股票會一檔一檔 而且一個族群一個族群的拉出來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聊 這裡來講的話我相信就是說 慢慢的 我也跟大家來提醒 當然解封概念股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去談過了 今天來講的話 當然你可以發現 如果 如果 你還擔心疫情的話 如果說確診人數一直增加 這個行情危機 或者是這邊來講的話 你這邊沒有把你投資的部位做轉向來講的話 你就覺得說賺不到錢 其實擔心的太多 因為 確診人數慢慢增加對不對 你會發現 華原這種飯店的股票居然會拉漲200 你原本 你以過往前兩年 或者是去年三級警戒那個時候 去年4月份 5月份發生三級警戒 那時候的思考是什麼 那個疫情國內的確診人數增加 台北股市完蛋了 那如果是真的 真的如此來講的話 市場資金應該是這種華原這種股票 他應該是直接打跌停鎖死的對不對 可是他今天居然是拉漲停板的 你有沒有想過 你跟去年跟前年對比來講的話 那個 股票的表現跟你所想的 是不是差很遠 那這個現象就告訴你什麼 不要再把疫情這一件事情 跟你的股票操作完完緊密的聯合 好吧 特別留意 那大家也可以發現 那你把華原這一檔拉漲停板的股票 你可以發現什麼 第一個當然是60周均線一直都沒有下彎過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你現在反而要注意這一種 當60周均線完全的維持上揚 然後 股票他可以從周線圖可以看得到 橫向整理很長一段時間 也是簡單來說 你現在反而要去留意60周均線上揚 第一個然後再來就是說 整個橫向整理很長超過半年的時間 這樣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反而要小心 你不能錯過他們 所以不是說 你現在來講是不是確診人數暴增 沒有買生技 沒有買醫療通路 沒有買製藥類股 沒有買快篩 然後你這邊來講的話 就覺得沒有錢賺 千萬不要 很多人會擔心的那個確診人數來講 我已經直接告訴大家了 如果確診人數增加會影響股市 如果確診人數這一邊增加 他會讓你整個資金一定要逼著往生技股那一邊來做靠攏來講的話 為什麼華元他會漲停板 你懂我意思 特別有意 另外來講的話我其實在節目上 有跟大家聊過的一檔股票 高爾夫球具6670的 富盛應用高爾夫球具的股票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在節目上就有聊過 60週均線怎麼樣 一直是維持上揚的 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我一定要跟大家來聊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太多人還是卡在疫情 或者太多人因為疫情確診人數增加 然後就想問老師沒有買生技股真的賺不到錢嗎 老師這除了生技股之後我可以買什麼 你投資機會在哪邊 你可以看得到 做高爾夫球具的股票 他可以在60週均線破線之後 慢慢打底之後 慢慢的往上做一個攀升 他在告訴你什麼 他跟華元一樣 疫情確診人數增加 現在不是你該去擔心的事情 你反而要知道就是說 全世界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特別強調 今天的節目特別強調 與疫情與病毒共存 既然這個是共識 那你就要知道什麼 現在確診人數的增加 他跟股市的行情 你不能緊密的去做連結 你反而要知道就是說 從股票的身上 從他的格局下去做判斷 然後去找到打完底部後面有機會 往上做翻揚的股票 進場卡位做部署 當然你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要做換股逆轉的機會來講的話 也是靠這一個部分 所以我希望說眼前這一邊 大家 那個行情漲漲跌跌 那你切記 很多時候來講 投資的機會就在你面前 然後整個行情它並不如你所想的說一個跡象出來 然後你就要跟著隨時而緊張 那個我相信就說最近來講的話 車用族群的表現 我們早在節目上就用這一檔3665的冒年KY 跟大家來舉例的 60週均線上揚 破線飛空投 60週均線上揚 你現在反而要留意 破線是重新在足底 重新在打底 我就特別點到 因為昨天節目我們很關鍵 昨天節目因為大長期 大家比較會 聽俊老師所講什麼 不然那個行情在跌的時候 HL老師在這邊告訴你說不要緊張不要恐慌 很多人是聽不下去的 因為跌 但你現在 反而要知道行情開始慢慢你會發現 3月8號大盤3月8號那個低點到現在 有沒有破過有沒有回測過沒有 那你會慢慢發現就是說 你現在的思維是什麼 要做好一個準備 因為4月20號過了 從今天開始 整個行情大盤這一邊的行情會慢慢的測試完 年限扣底值之後慢慢的向上移動 慢慢的向上移動來講的話 你就要知道市場上面的資金 慢慢會往哪些股票來做移動 也許你手中有這些股票 也許你手中沒有這些股票 但是千萬記得不要為了買生計而買生計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真的發現太多人會這樣子來擔憂 太多人會覺得 老師我這邊是真的要把那個 我看生計股漲成這樣子 好像沒有想要賺錢就是要買他們一樣 不是 接下來來講的話慢慢的大盤脫離 那個 年限扣底值的打底丸 慢慢的這一類的股票會一檔一檔的衝出來 一檔一檔的拉出來給你看 車用族群我們已經聊到了 另外的什麼 我們今天的節目跟大家聊到 要注意的是什麼 閃樁航運的部分 接下來還有什麼 跌升反彈的電子股 當然電子類股這邊必須強調 有一些電子類股來講的話 會變成是你整個在這裡要去分辨 就是說拉高 他會變成是先逃命的 要先做換股的 那拉高來講的話 他還是會重新回到盤面主流的 這個你要分清楚 這也是希望就是說這裡 我希望可以接下來講的話 幫助大家的部分 所以索尼鞋老師的節目 加入鞋老師的Light 小鼠 Goldrich 55688 小鼠 GORCH 55688 我希望說節目來講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聊到的 不會是就是說 這邊賺多少錢 那邊賺多少錢 這個行情來講的話 說真的你沒有 沒有在事先去直接把股票 把資金轉到生技股去 現在你如果不是說 事先的把資金轉移到生技股那邊去 說真的你現在來講的話 要好這邊來講每天賺多少錢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想做那個表演 所以我選擇在這個地方 我告訴大家 不是說眼前這一邊確診人數增加 你就非得買生技不可 我反而要告訴大家 你現在來講的話 從盤面上 跟生技股一樣有表現的股票 你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一些 你接下來下一步賺錢的機會 這一檔的元金來講的話 是在太陽能的代表 60週均線上揚 破線飛空投 打完底部之後往上做拉抬 這類的股票來講 在盤面上 它會一檔一檔的浮出來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節目上我提醒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不要就是說 以為行情在這個位置非生技買不可 好不好 那生技股的那個 操作的觀察的重點 包含今天來講的話 節目我也直接的擺檔股票拉出來 我提醒大家 你要去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生技股 要去進場之前來講 或者是它拉起來 那個影幼真的太大了 那個幼因真的太大了 你去觀察一下 切到它周線圖 觀察一下它過往的一個股性 股性好不好 那現在你反而要去留意什麼 像這一類的 因為我相信就是化工股 我來講的話 化工股整體的表現 已經讓大家都看在眼裡了 那食品股也 也有那個 指標領頭羊衝出來了 現在來講的話 我只告訴大家 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60週均線上揚 然後像這一種還停留在這一種 虛間打底的 也許它看起來是不會動的股票 也許它在那個成交量這一邊覺得很低迷 但是我在節目最近這兩天 前面兩天我已經不斷的在提醒大家 你現在看到衝出來的股票 不管是生計不管是化工 或者是你會發現就是說一些跌升反彈的股票 它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特徵就是什麼 前面來講的話 橫向打底 股票是不動的 你切到周線圖 也許你會看得到成交量是低你的 但是這些股票反而是你賺錢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告訴大家 眼前這個位置 你務必要知道 絕對不能被你自己的心理而打敗 那絕對也不要因為我所學的技術分析來講的話 看起來就是空投這檔股票那個 好低迷 那個成交量 每天的成交量來講的話 不到1000張 你仔細去看一下 很多最近來講的話衝出來的股票 那前面都是那個成交量低迷 忽然之間爆起來 難道你要等到爆量去追它的時候 那反而不是一件應該要做的事 我這邊要分享給大家 投資者最大的錯誤 不是來自於消息面 或者是技術面 而是來自於心理層面 太多人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確診人數的暴增 然後覺得說股市來講的話 要持續持續的一直觀望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 一直持續觀望 或者是你這一邊來講 一直在想說 我這邊的手中的股票 如果要立即的賺錢 是不是要轉到生計股去 太多人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在這邊直接告訴大家 不要因為你自己心理層面的一個恐慌 或者是害怕 而在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踩錯了操作的tempo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句話來講的話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市場上很多人會喜歡巴菲特所講的話 其實我個人在看整個投資市場來講的話 一般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最大的沒有辦法賺到錢 或者是在股票市場裡面 追高殺低來講 最大的一個關鍵都是在心理層面 那最近我真的看到太多人因為確診人數增加 你今天來講的話 不要說大家 因為主要是如果說 不去看股市 不去看股票 這些格局來講 我真的我光看那些確診人數 我覺得台灣是怎麼樣 然後覺得說我每天走在路上來講 或者是出門 從家裡面出門來講 都覺得我是疫區這樣子 好像隨時隨地 我好像莫名其妙 也許就會被通知要匡列的這樣子 不要說大家 連絕老師看到那個確診人數 我都會覺得有點害怕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 平常的生活 現實面的生活來講的話 其實跟股票方面的操作 跟金融市場這一邊的資金流向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是差很遠的 好不好 特別留意 好 那我希望在這一邊來講 這一節的節目內容 跟大家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我先進 最好是在這裡 我必須要談就是說 這裡 整個行情的變化 其實我們早在上個月 就一步一步在提醒大家了 只可惜就是說 當時候我們 所提醒的那個時間點 也許就是說真的 真的對於 很多人來講太尷尬 因為 從那個時候3月8號3個月 3月8號到現在低點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恐慌連續三天重挫 破年限 那時候破年限還重挫 所以怎麼樣 當時候教老師所提醒的重點來講的話 反而是什麼 如果當時候 你有把這一些重點掌握住 那其實你慢慢一下回頭想起來 俄羅斯跟烏克蘭 我們就幫大家把這個資訊整理出來的 烏克蘭來講的話是全球小麥玉米 糧食產品最大出口國 那那個俄羅斯除了天然氣石油之外來講的話 全球小麥的比重 出口的比重也20% 所以這兩國來講現在來講的話 還是陷於動盪的狀態 所以 25%的貿易額 你就會變成說什麼 會移向其他的國家 那移向其他的國家來講就變成什麼 你在取決市場上面的資金 後續除了生技股之外 還有哪些有機會的 我這邊就跟大家來提醒 特別留意 因為 小麥玉米 這一些的 零載這些糧食 然後去運送的 就是散裝航運的部分 所以 相對於去年航運股 就完完全全 針對在運價看漲的狀態下來講的話 反而我真的要提醒你 反而這個機會 反而是在散裝航運的需求量增加這一塊 散裝航運的需求量增加這一塊 跟去年什麼塞港缺工缺倉 比較沒有太大的關聯 這邊我再做一個這樣的提醒 所以 今天來講我特別跟大家來也去聊一下 然後因為 針對 航運股的部分其實我們也不是跟大家來談 那其實最近來講的話 這一檔 2637的會洋KY 我先去說大家 你如果有劉宜君老師的節目來講 我們早就提醒過了 慢慢的要逆轉勝了 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因為 去年航運股的整波的一個波段的拉回 很多人在 我的清代會員來講 有一部分是在去年10月這裡 那你一發現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在這個地方隨便亂砍 甚至你手中有資金來講 你在這一邊 你已經準備要逆轉勝 因為 這個月 這個月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 2637的會洋KY 我們這一邊來講的話 清代會員已經有人要逆轉勝了 好不好 後面來講的話 我提醒大家說 你反而要去分辨就是說 這一些的類股 散裝航運的股票 包含了當然就是說 貨櫃三雄這裡我已經 特別聊到了 長榮跟陽明來講的話 我的看法是 不要去想去年的高點能不能來 好不好 那散裝航運這一邊來講 我必須要跟大家來聊 就是說 簡單來談 他們最大的變數 會是在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兩國 什麼時候來講到 互安之間就是說 慢慢的趨於和緩 然後做完成那個協商跟和談 他們變數會在這裡 好不好 因為他們現在來講需求量大增 其實就是源自於這兩國之間的戰禍 那現在這兩國還沒有完完全全 把戰事消除 散裝航運這邊還有一些的表現 所以 這檔是四維航 反而說你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就是60週均線上揚 一定都是 沿著60週均線往下打底的 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後續要怎麼來做賣出 是你現在的重點 好不好 那當然了 你如果說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有做承接的朋友來講的話 接下來要怎麼賣出你的重點 那當然你如果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直在爭奪說 老師會不會來前面這一波高點來講 我反而提醒你 你不能用這個角度下去做思考 好不好 因為 同樣的都是散裝航運 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沒有任何一間公司 它的營收是不好的 沒有任何一間公司的營收是不好的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們的格局都是 從頭到尾 那個時候從高點拉回 從來沒有走空過 這個是我在節目去年就一直講的 去年10月份我就有跟大家來 節目上一直一直不斷的提醒 現在來講只是他時間週期到了 那現在對於他們最大的變數是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 如果在整個接下來4月份 乃至於就是說4月底到5月 簡單來說520之前 5月20號之前來講的話 趨於和平如果說出現一個和談來講 反而是你要懂得 在 對的時間點來講 把這一些散裝航運的股票 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當然 這裡來講的話我相信就是說 你如果不是追在 123 週K連第三根 紅棒以上的 你都還會有機會 你都會有機會在這一邊做逆轉勝 做逆轉勝的逃脫 這個就好像就是說 我們的節目 跟大家來談到的那個航空股一樣 我相信說這邊來講的話 你手中有華航有長龍航 去年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差一點要做殺低動作的 來找我幫忙的 後面來講的話我帶你逆轉勝 一樣的道理好不好 所以節目來講今天 利用一點的時間跟大家來談 因為今天來講我相信說獎賽多都沒有用 因為 再強的股票都比不上生計股 再強的股票 都比不上生計股 但你如果說這一面來講的話 你的思考就是說 是不是確診人數增加 我是不是要資金就買生計股 一定要轉到生計股 我這邊跟大家來談 不需要 反而你要特別去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生計股的股性 制藥股的股性 切到它的周線圖 我希望就是說眼前這邊的行情 我簡單的跟大家來談整個 如何在眼前這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就聊到 4月20號 4月20號 昨天就4月20號了 今天來講的話是4月20號過後第一天 一直的接下來是一個月份 這個一個月份來講的話 絕對是你要就是說 針對行情的漲跌 你要能夠釐清 的一個過程 因為前面一段時間我是強調沒有空投 空投時間還沒到 不要因為跌 然後外資賣超不代表空投 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聽不下去 但現在來講的話 無可厚非 但現在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知道這件事情 眼前這個時間點是你要把握一個 資金轉向資金的一個轉折點 第一個我們剛才聊到 電子類股電子指數它告訴我們是什麼 連跌兩個禮拜重挫的電子類股 它會開始做反彈 開始做反攻 到底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手中的電子類股 手中的電子股 是應該要再反彈逃命先賣 還是就是說接下來電子類股會變主角 這個是你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整個在傳產類股這一邊 把你的資金什麼 務必的 要去追蹤一下散裝航運 它會比貨櫃航運來講的話還來得強 這個部分我直接在這一邊正面的回答 你在這一邊想要了解就好是看法的朋友 好那第三個你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大家 與那個病毒共存 好 所以這種狀態既然是一個共識了 你的資金不是只有去買生技 不是只有去買那個製藥 不是只有去買那個醫療通路不是 與病毒共存 就代表著 確診人數在增加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所聊的19老師是棒球迷 如果你跟我比較認識的朋友來講 大家都知道19老師經常會去棒球場看職棒比賽 現在來講很明顯的 政府的方向是直接你確診人數在增加 但是什麼 運動比賽不會因此而停止 運動比賽不會因此而停止來講的話 相關休閒產業戶外活動的相關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他自然而然會在 原本很低迷的底部區 慢慢的會翻漲 這些都是你投資的機會 我們今天的節目剛剛已經直接跟他來談 如果確診人數增加 對於行情是個危機來講的話 為什麼華原這種飯店股票會拉漲 你自己好好去思考一下 更何況就說我們其實早就有在節目上 跟他去聊那一個 鳳凰 三富 雄獅 這些股票來講我們其實都跟他聊過 全部都是60週均線上揚 60週均線往上走從來沒有下彎過 但是 打完底部之後破線重新打底之後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個契機 讓市場的資金去做拉抬 所以眼前這一邊來講的務必要知道 千萬不要卡在你內心的恐慌 也千萬不要因為確診人數增加 就把跟股市行情完全的緊密做連結 今天你將決定未來的你 切記 當市場上還沒有出現一個氛圍叫做 哇選舉年年底要投票了 絕對 所以 行情股市不會崩盤 行情後面會攻一萬九 如果這種氛圍 還沒有成為共識 如果還沒出來 你真的不要擔心 交給G老師 讓G老師來幫助你 加入我的Lite 小鼠GORICH55688 小鼠GORICH55688 我的唯一的官方LINEID 歡迎大家加入 也希望大家踴躍的 把你心中的疑惑 讓G老師看到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各的資訊 投資風險